中職二軍統一和衛權的教授 2連8的獅隊可不想再輸下去 前一戰隊上漢將才開紅的高國慶 面對龍隊掛帥先發的楊玉翔 棒子還有點無溫 一局下在一雷有人的情況下 一棒擊向深遠的左外野警戒區 帶領獅隊限制得點 氣勢震望的猛獅打鐵趁熱 二局下儘管楊玉翔這球投得有點低 首名上場的羅國龍 撈起來還是一隻中外野的三連安打 第八棒的柯玉銘也很給力 四十一季高飛犧牲打 幫助同一2比0再添一分保險 不過衛權才不會拐拐挨打 身為中心棒次的朱祥林 帶頭吹齊反攻號角 抓第一球出手就是 恰迫逼的二連安打 加上董炳軒一季走外野平飛安打 終於帶領小龍們 四局上成功攻破壓彈 但是別忘了 今天進攻效率非常高的是對 前三局只靠兩隻安打就攻下兩分 話才剛說完 四局下林俊翰扎扎實實 逮中球星 小白球就這樣投奔自由 不過今天活力修猛的同意 體力消耗有點大 一碗洋川麵怎麼夠吃 羅偉傑說老闆再加點一碗 同個方向同個位置 一半扛上右外野看台 這個半局 獅隊靠著兩發拳來打 再將比數擴大至4比1領先 相較猛濕的火燙手感 台南熱情的陽光 不只沒暖到衛權的球棒 反而還幫了個倒忙 五局下獅隊在一三類友人 兩人出局的情況下 羅國龍這一半 看似就要被介紹失局 可惜陽光太刺眼 讓上前首輩的朱翔琳 和董炳炫都找不到球 星辰首輩失誤再度掉分 儘管衛權還沒放棄比賽 先是六局下 靠著旅日回國的旅彥慶 並接連送出四次三陣 讓失隊打線瞬間熄火 八局上接著上場的林憶騰 也從今天得分效率非常高的 失隊身上學到 打得多不如打得好 一發拳來打狙擊 幫助衛圈這個半局再追回兩分 可惜同意穩住陣角 接連解決打者沒讓傷害繼續擴大 最終同意6比3收下勝利 我來體育新聞 綜合報導